禁蒙命法按照香港的法律体系来讲呢 它是一个附属立法 它不是立法会的立法 特别行政区的一切法律都要符合几步法 那么如果我们按照这个标准 我们就往下推了 那个紧急条例呢 它都符合几步法了 它就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一部分 那肯定它是合法 它这个法律里面讲了 可以授权行政长官 根据社会的特殊情况 颁布一些紧急措施 站在法治的角度来讲 这个规定完全是合法 如果站在维护公共秩序的实际需要来讲 它也是合理的 美国在一百年前就有那个蒙面 今天英国也有 法国也有 那么你英国 法国都用了 效果都不错的 那为什么特殊政府用了 就叫侵犯人权呢 这个怎么说也说不通呢 你用了就叫维护公共秩序 我用了就叫侵犯人权 这个叫做不堪事实了 作为一个法律研究者的角度来讲 我认为这个蒙面法既合法又合理 法门面法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它都是正当的 它没有压制你的权利自由 尤其是为你可以申请警方不法的通知书 批准的你可以有 有啊 全世界很多法材国家有法门面法 英国 美国都有 所以彭定康在批评特区政府制定这个法律 那典型的双重标准 无论是法门面法还是家长还有更多的法律 它肯定是反对 它肯定会激发它的情绪 但是 因为它反对是错误的 它是对社会是具有破坏性的 政府这样做是对香港的整体利益 常委力是好的 那就毫无允许做 不能因为你反对 而我就放弃